今天做的是芥芽牛肉 牛肉可以用了牛肉 切粒粒,然後用慢火煎 兩邊煎 視乎自己喜歡吃生的還是煮的 生的就可以煎入鍋 如果不吃生的就煎了 芥末醬我會做 這個菜式在澳門吃過 煮完後覺得不錯 所以推薦給大家 煎到金黃色 煎到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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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都金黃色的 就對了 先把蜜色上放進去 先把蜜色拿出來備用 稍後會調到芥末濕 其實不需要太多油 裡面有很多油 倒進去 把鑊都可以照用 我們現在要調一個 叫做芥末汁 是黃芥末的 會夠用 那芥末濕火是最小最小的 因為太大的話 那些忌廉會焦的 我呢 就用總筒這隻 因為是魚忌廉會 是魚忌廉的 這隻最好用的 這隻是魚忌廉的 因為它沒有小小的 所以一定要買大大小的 放入大約一個碗的份量 慢慢調去 用慢火 我準備了一碗黃芥末 黃芥末本身在超級市場買到 不知為何最近買不到 黃色一碗 我去燒味檔 問他們吃飯時 拿了一碗黃芥末 用少量已經可以了 調黃芥末的味道 我大約放一茶匙 看到嗎? 攪拌 攪拌 混合在一起 調到黃黃白白的味道 視乎你喜歡的醬汁多還是少 其實一碗 一碗 份量已經足夠了 有些人喜歡吃的濃度 再加多少少 我會加多少少 約半茶匙 其實一又半茶匙 可以加 調至混合在一起 然後 加少少少鹽 少少就可以了 調到少少的味道 因為本身的牛柳粒是沒有醃過的 不要用鹽醃過的 要不然會很鹹 我只需要少少 少少 少少 鹽 不用太多 然後 繼續 混合在一起 混合在一起 其實是帶回味道 其實是薄的 好了 煮到混合在一起 已經可以了 好了 我今天的 蠔色隔壺牛柳粒 可以整理一下 因為剛才煮的 黃 用黃芥末做的 和滴忌 混合在一起 然後 再加上 還有一塊 鞭子 然後 還要把鞭子 切成 也要把鞭子 一個 一塊 把鞭子 切成 一塊 切成 把鞭子 煎到它们很均匀 这个就是我今天做的蚝色芥盘牛柳粒 希望大家喜欢 因为这个都非常美味 谢谢大家